王燕22岁嫁给富商王志才 甘愿当后妈 王燕在拍摄环租格格时 因为秦二一角一炮走红 在事业正红之时 他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经过剧主的老师介绍 年轻貌美的王燕 认识了商业大亨王志才 提出秦格格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好感 因为王志才不仅年龄比他大上很多 还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带着一个儿子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 王燕由于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 认为消息的王志才放下手头的工作 亲自主好接荡到医院看望并照顾王燕 女神也被王志才的细心成熟所打动 于是就答应了他的求婚 在22岁的时候嫁入了豪门 在结婚以后 王燕几乎在娱乐圈吸引了 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 在成婚以后 王燕给王志才生下了一个儿子 起名为球秀 之后王燕带着球秀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 这时候的秦格格已经没有了 昔日的美貌以及灵动 或许岁月从来没有宽待谁 不过王志才是名副其实的富豪 吸金能力十分的强大 可以说王燕的生活也比较的滋润安定 可能秦格格不是那种事业心很强的女人 对于她来说 能够找到终身的避风港是一件好事 而现今的秦格格也出演了一些电视剧 年过40的她 有着精致的五官以及温婉的气质 虽然年轻时候的容颜不复存在了 但不得不承认 王燕是不折不扣的大美人 一些网友认为王燕为婚姻吸引很可惜 其实这话不假 当年琼瑶阿姨拍摄的第一部《还珠格格封你全球》 剧中灵动乖巧的亲格格也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极为可惜的是 王燕在与王志才结婚以后 牺牲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之后便再也没有什么经典的角色 如果王燕当时不吸引的话 想必还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些经典的角色 不过结婚吸引这也是女演员自己的选择 不止王燕这一女星 主络家同刘涛等等 都是在嫁给富豪的那一刻就宣布了吸引 而刘涛是在王科宣布破产以后 为了替丈夫偿还巨额债务 才再次踏足娱乐圈 相互比较一下的话 王燕比刘涛要幸福得多 他至少没有承受那么大的生活压力 与现实的打击 然而事实都有两面性 刘涛在复出以后 饰演了很多经典的角色 不仅让他在演艺事业上 收获了名气以及金钱 也让刘涛实现了自我的价值 而王燕能够为观众记住的 只有琴格格白飞飞这几个角色 有点不能够与刘涛相提并论 也有网友认为 王燕与王志才不般配 不但在年龄上有不少的差距 王燕在嫁给王志才后 还充当了后妈的角色 其实按照世俗的观念来看 确实如此 王志才比王燕大了至少20岁 这种年龄差距 显然会让两个人沟通起来有困难 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有代沟 带者来说后妈的确不好当 娱乐圈的女性张子怡 在嫁给汪峰以后 生下了一儿一女 张子怡对待汪峰前妻所生的小苹果 可谓是给足了她母爱 但依然避免不了 受到前妻的众位网友的炮轰 可见王燕在家里的身份有些尴尬 既要照顾好自己的儿子 也要顾及到妓子的想法以及情绪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也是王燕自己的选择 如今一家人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也算是嫁给幸福了吧 各位网友们认为呢